美中双方经过12月1号会谈之后 媒体除了关注90天的谈判期 鸦片类药物芬太尼也称为讨论重点 川普和习近平在G20峰会进行会谈 川普要求习近平承诺 严格控管理鸦片药物芬太尼 趁着谈判贸易战处理药物问题 就是因为美国国内药物泛浪问题相当严重 根据数据显示 美国人口总数占全球5% 但是美国人却消耗了全球80%以上的鸦片类药物 光是在去年就有超过49000人因为芬太尼而死亡 严重的情况让川普在今年10月签署备忘录 宣布对应鸦片类危机 美国进入公共卫生紧急状态 芬太尼严重伤害美国公共卫生 只是芬太尼到底是什么呢 芬太尼其实是一种新的精神活性物质 也被称为实验室毒品 会让使用者产生幻觉 兴奋和麻醉等等效果 而且效果甚至比某些管制毒品还要强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就预测 芬太尼将会成为全球流行的第三代毒品 而在中国芬太尼本来被当作强效的麻醉止痛药使用 不过也从去年三月开始 中国公安部和食药总局也将芬太尼列入管制 不过美国显然认为力道不够大 传喜会后中国同意将芬太尼物质列入整类管制 而且调整相关法规 要祭出法令 惩署向美国贩售芬太尼的人 消息一出 中国许多医药公司急忙跳出来表态 有的坦诚自己有生产芬太尼产品 但没有外销到美国 还有的公司否认使用芬太尼物质 中国医药公司反应会这么大 就是因为麻醉性药品是中国医药公司的重要经济来源 根据证券界初步估计 中国A股上市医药公司里面 有四家明确涉及芬太尼药物 还有十家属于麻醉药概念股 这些公司的市值更是超过5200亿人民币 麻醉药品让中国医药公司赚尽大把钞票 却也引起美国批评是非法药物的制造源头 美国联邦企毒署全球行动组副组长克尼尔林 就曾经在国会表示 中国有16万家化学公司 是非法药物制造商的直接供应来源 不论指控是不是真的 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 已经答应要严格控管芬太尼 换取暂停贸易战争升温 只是这段宣言听在分析人士耳里 觉得很熟悉 做不做得到很令人怀疑 纽约时报中文网报导 其实早在2016年 奥巴马政府就表示 中国已经同意加强管制 防止芬太尼进入美国 不过中国政府顶多采取一些零散行动 没有具体作为 分析人士就表示 据二龄川习会的宣言 大概也没什么值得期待的 分析人士会看衰 除了因为过去管制行动没效果 也是因为要打击芬太尼生产 本来就是一件难事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国际毒品政策执行部主任 约翰·克林斯就表示 芬太尼的化学结构很容易调整 因此新版本的药品 很快就会被制造出来 而中国长期以来的管控做法 是针对芬太尼物质逐向禁止 速度根本追不上药品生产 而且中国化学公司的庞大规模 也让政府当局更难监管 这些因素再再都让中国 管制芬太尼的力度备受质疑 过去逐向禁止的方法行不通 中国在接下来会不会进出更严格 而且全面的手段 成为能不能成功禁止芬太尼的关键 联合国东南亚和太平洋犯罪问题办公室 区域代表道格拉斯 却乐观看待 他认为中国愿意进一步承诺 控管芬太尼 代表属于这个类别的新药物 都会被列入监管 只是他也表示 中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 修法禁止这一类药品 芬太尼药物在美国引发严重问题 不过在中国却没有太多人知道 耶鲁大学公共卫生学助理教授 陈希就表示 过去参加医疗合作会议 曾经发现中国官员并不知道 美国芬太尼泛滥的问题 不过随着川习会谈 芬太尼要误议题浮上台面 中国承诺严格执行 只是能对生产商施加多少压力 外界都在等着看 以上是吴哲义为你带来的明镜焦点 感谢您收看明镜电视